像我們球隊之前練球 暖身是跑學校三圈 對 像你們就不可能 跑到三圈 你看到這個人回來 然後我學校就是有一個 最有福 就是超大智的那一天 他就會跟著我 偶爾還會就是把他脖子伸長 然後養天長笑 超諷刺的 不要再嘲笑我 那我是有參加戲隊的 我大概是一個禮拜 會練三天每四四小時 所以我那個時候超容易肚子餓 我一吃完晚餐 走出那間店的店門口 我就跟我同學說 欸我餓了 我同學說我傻眼 那你現在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說嗎 他要對不起 下次不會了 那再來第八題 就是我們 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然後我個人 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是在選戲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之前新聞有報導說 有六成大學生覺得自己選錯戲 我覺得以我自己來說 我過往經驗上 我能夠去思考自己想要什麼的時間太少了 然後以至於我幾乎是 考完試的那個時候 成績都出來的狀態下 我才去看說 每個系到底詳細在做什麼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 你要去搜尋能夠找到的資料 有時候沒有這麼多 然後學校網站也通常都會寫得很美好 所以導致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其實選到了一個不太適合我的系 我自己覺得最好的方法是 直接去問再讀這個系的人 對 我覺得這是最能瞭解的 對 而且 個人的建議是 不要問大一大二 因為大一大二基本上 在修比修 對 都還在選皮毛 而且大一大二通常也還在 就他們也是在吃大餅的人啊 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這個科系去念的一些 你想要知道它的缺點 尤其是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缺點 優點這種東西都很容易找到 可是缺點你不太會有人告訴你 缺點這種東西你一定要問大三大四以上的人 才會知道 我自己當初是選到 很不適合我的系是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蹲實驗室的人 但是我選到的那個系 基本上你未來出來工作 就是待在實驗室裡面工作 我那時候就是一直做實驗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做到有一天的時候 我在實驗室裡面 我就突然抬頭 然後我 為什麼在這裡 對 欸很像那個靈魂機械化那個感覺 你一瞬間你就想說我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我抬頭 我就看了我忙碌做實驗中的同學們 然後我就突然冒出一個想法說 我未來四十年都要這樣嗎 欸我不想耶 然後我回家之後 我就開始去翻私藝連招的東西 然後去看簡章什麼的 然後我後來就就是決定休學去念別的系 沒有其實你猶豫超級久 你是我還有一直問我 對對對 但是我回家就開始看簡章 然後我都一直說 就休學啊 然後就會有很多concert 然後我就說 我就擔心很多 我不喜歡你就休學 我真的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 對我沒有辦法在這個環境下面繼續待下去 當然我並沒有說 我反而念戲不好 就真的只是不適合我 一定有很喜歡待實驗室的人 像我那個不會騎腳踏車的那個同學 他就超愛實驗室 他本來念不太能夠進實驗室的系 然後他千方百計也想要進實驗室 對對對 有時候就真的是這樣 總之我就是要說 萬一你真的選到了 你覺得很不適合你的系的話 那你會有幾種可以做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家裡環境許可的話 就重考或轉系 然後也許有些人會很在意說 欸這樣我比同儕晚了一年兩年 我當初其實也煩惱過這個問題 可是其實說真的 你人生真的沒有差了一兩年 因為你為了不想要浪費掉這一兩年 你之後要痛苦的可能是四十年 我覺得如果 當你真的發現自己不適合 然後你家裡環境有許可的話 機早停損 這真的是機早停損 那如果萬一你真的不想要重考或轉系的話 另外一個可以做 就是我有一些同學們 發現自己念錯系 他們會做的一個方法是 在研究所轉換跑道 嗯 對對對 然後他們會 我有一些同學他們可能是大二開始 大二的時候就知道說 這個科系的未來發展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他可能有自己想要轉換跑道 所以他大二的時候就開始 找他可以跟著教授 找一些教授去協助他做實驗 就不是研究生的狀態 可是事先跟一些教授建立一些關係 那如果他讀到大三大四 突然發現自己不想要 大四的時候 你會給予什麼建議 你說如果大四的時候才發現自己不想念這個系嗎 他其實早就知道他不想要了 他只是不想要我 他也遇到大四啊 他也是有遇到大四 還有第三個我還沒講到的 第三個就是 假設如果你有一個你其他的才能的話 無所謂 你是可以把這個大學念完的 雖然我覺得不一定要 但也許有些人大學學念對他來說很重要 如果你有其他才能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有辦法轉換跑道的話 你把它念完是沒關係 那如果你是一個大學的才能 就是有遇到大四 才終於想通說 欸我好像真的不想念這個 我覺得其實還是 前面這兩個方法 重考轉系研究所 基本上重考轉系研究所 我自己的建議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我 以醫學院來說 重考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我們這裡來說 重考真的不是什麼嚴重大的事 那種重考四年以上的人都有 不過還有一個建議 就是你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不一定要這個科系畢業的話 那其實你大三大四發現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去做 對對對 你就直接去做那件事情 算是我說的第三個方法 就是如果已經知道你可以轉換到哪裡去的話 你把你這個系列完是沒關係的 但是同時你要及早先去做的 對對對 總之你要清楚知道你要做什麼 可是我其實有時候覺得現在高中生 我不知道現在高中的方式有沒有好一點 但是至少我那個時候的狀態就是 能夠真的思考自己要什麼的人 真的太少了 可是這本來就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而且其實在每個階段想要做的事情 不一定一樣 本來就要去思考 有些東西就是你走到每個階段之後 你才發現你原本的想法 根本就不切實際 然後另外我自己想要跟大家 額外分享的事情 是 讀好學校的好處 這個標題聽起來有點 有點討人厭 對有點討人厭 可是我要講的內容你們可以聽聽看 對我來說 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覺得讀好學校的好處是 可以認識很多很厲害的人 就是這些身邊很厲害的人 同學都很厲害 但他們帶給我的事也是不一樣的 就很多時候 他們可以給予很多 突破我框架的想法 然後也很多時候也因為這樣 所以在我們討論過後 也許我的人生方向 就受了一些提點 然後就也不一樣 這對我來說是 人生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跟厲害的人相處就是這樣 就是他可以想到很多你想到的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我還要想分享一個是 學習心態 但是我原本不是很想講這個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說學習很厲害 可是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們一些 讀書方法啊 還有學習的方法嘛 那我自己是覺得 不會有人天生就很會讀書 對任何事情的學習都很快上手 就大部分都是要摸索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辦法找到 就是你現在可能成績還是不太理想 或是你在哪方面學習 不是你所想像 你期望達到的樣子的話 很有可能你只是 所以你需要的就只是 彈性的調整制 就不要再用現在現有的方法 就一定是他上面出了什麼錯 你可以去問 可能在這方面學得很好的人 然後你再調整一下自己 也許你就可以在這方面 然後再另外就是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其實 讀好學校的人裡面呢 大概會區分兩種人 一種人我覺得比例比較少 他覺得他考上這所好學校是 他人生的很大的攻擊 那這種可能就會比較 驕傲一點點 因為畢竟他認為這是他有的credit 可是呢另外一種人 其實我覺得這種人比較多 他進了好學校之後 他發現身邊的人真的很厲害 就是我從不同面向一定會 有人比我們都還要厲害 然後反而這些人會變得 很向學很上進 然後不斷向身邊的人學習 然後就會變得更厲害 我覺得這是好學校的好處啦 撿到這裡我想到 其實還有第三種人 發現大家很厲害後 就放棄然後躺平 你可以說一個 你那天跟我講的 就是你一直都沒有覺得自己很厲害的 這件事情 對啊 不是 因為係數 對啊我一直都沒有覺得我很厲害啊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不太願意講學校 因為很多人聽到 我什麼學校就說 哇你好厲害 我想說你還沒認識我 你怎麼會覺得我很厲害 因為我身邊的人就是 就是還有很多很多的技能 都是他們比我好厲害 都是我需要去 像他們學習的 對啊 我為什麼是這樣跟你講的嗎 就是你說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擅長的面向 對啊對啊 然後只是你剛好可能在這個面向 我想起來 喔對就是 我可能剛好在台灣這個教育體之下 我可能比較上手 可是並不代表說我很厲害 可能我學其他的東西 就沒有其他人來的上手 那這就是我需要去想他們學習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要找到自己的擅長的地方 對就是祝福大家找到 最適合你的那個地方 然後你如果有覺得這個地方 並不是很上手的話 那你就去找 這個方面很厲害的人 找他們學習 好 那我們最後呢 要來回答一些 我們那些在IG上面 讓大家提問的問題 所以第一題是 每堂課都可以旁聽嗎 嗯 對啊 是喔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是你走進去老是不會發現吧 因為你們人很多 對啊 你就走進去就好 我不太確定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些課的 就是其實蠻看教授的狀態 就是如果是那種 比較細像自己的課 比如說某某系的必修課這種東西 有些教授是不喜歡外系的人進去 對 我覺得如果是人數少的課 又有點危險 可是走進去如果教授剛好 全部的人都認識 他就會說 請問你是 那你就會 有點尷尬 就這位同學你是誰 可是你還是可以說 我想要來聽聽看 我覺得要換教授都不會排斥欸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其實要看教授的狀態 因為有一些系的教授會很保護他們學生必修的東西 因為他先保障這些學生 那可能是如果是位子不夠的話 反正就是其實這個要看教授啦 通常通識課類型的通常都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啦 如果是別系的必修課的話 可能要先知道一下那個教授的狀況是什麼樣 就是那個教授的看法是什麼 再來就是有人問說有沒有打工 我沒有我沒空 我超多的 不能愛打工欸 我大概時候不是在找人生方向嗎 所以我就是有去餐飲啊 很好玩啊 還有當家教 還有之前好像有去不習慣打工 那你有打工的影響 或是有沒有打工心得 打工的話就是 你要先看這個打工的requirement 就是他那種規定 你說你一週排班要很多 可能每週 大部分都是規定20小時啦 就一週20小時 或是更多這樣 那就要先評估一下你有沒有時間 打工的話 我覺得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 之前基本上就是 課業系隊系學會 三頭燒 我就已經燒完了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空在 處理大部分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 有那個時間 然後又有那個興趣的話 是可以去試試看 下一題是 上大學的時候 會不會有 每天要吃什麼 穿什麼的煩惱 其實我覺得穿什麼的煩惱 只在大概大衣的前一個月吧 我自己啦 因為我到後期就完全就是亂穿 完全沒有要管任何人 什麼戲服啊 球隊的衣服啊 除非我是跟朋友出去玩 不然我沒有什麼在管穿搭 我都是有穿就不錯的 有穿就好這樣 我的話 因為我是讀工學院啊 所以我就是也都穿舒服就好 運動褲啊 什麼的 其實這我覺得也有點看你們 那個戲的風氣 有些戲會 可能比較重視穿搭一點 那就可能你每天就會 需要去煩惱 你穿什麼 但是我們兩個所在的學院 工學院 醫學院 好像沒有很在乎這個 但吃什麼好像真的有點煩惱 吃什麼真的 真的會每天不知道吃什麼 因為真的就是只會在那一區 那你要吃四年耶 就是真的會吃到後面就是 每天都會進入一個跟你一起的同學 你們就一下課 然後就說欸等一下吃什麼 然後大家就安靜 很多時候大家就會算了 直接麥當勞 對就是想之後還是吃一樣的 再來 有沒有推薦什麼 學校的美食 學校的美食 可是我那個時候讀跟現在 很多店都換啊 對你們學校好像有 我們學校外面的餐廳 太環率超高 流動率超高的 但是如果是學餐的話 我蠻推薦 台科大自助餐的 好吃又便宜 而且很多選擇 好吃 那我的話 北伊的美食 我真的是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說實話 北伊在信義區 那附近的東西 真的是 不是很便宜 我不會說北伊沒有美食 Rrrr 但是我自己在北伊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在追求什麼東西 好不好吃 其實公館還是蠻多美食 特別是公館有公館也是 可是吃4年也不是很便宜 4年下來你會你啦 然後隨著市場有些東西可以賣 還有就是一些早午餐店 飲料店超級多 現在是越開越多欸 公館那一條幾乎 飲料店 所有飲料都有欸 你想要喝什麼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 肯德雞 肯德雞嗎 肯德雞 太沙漠了吧 沙漠當然要提出肯德雞 肯德雞蠻好吃的 反正公館其實蠻多美食的 所以好像不會說特別推薦哪一間 以前不是有陳三丁嗎 以前會有那個陳三丁 肯丁蛋蛋堆奶 然後還有一間叫做 八博什麼珍珠 然後這三間就是各自有各自的 擁護者 對對對 我還沒講高一 其實我覺得高一附近能夠吃的東西很多 因為我附近也是一個夜市 我叫什麼 吉林夜市 反正附近能夠吃的東西很多 那我自己如果只能推一個的話 我就是推一碗質樸的海鮮湯飯 就是你很多上支影片講到的海鮮湯飯 對上支影片講到的海鮮湯飯 有啦我有說過那個海鮮湯飯很好吃啊 很好吃嗎 就是我真的是必退他 有看我們之前影片的人就知道 我這個人對美食真的是沒什麼追求 我真的是一個很不追求美食的人 因為 他吃不太粗 好不好吃 我不是 對 我覺得我的木舌頭是有點糟糕 因為有些人的木舌頭是 吃什麼都好好吃 吃什麼都好難吃 對然後 可是那個海鮮湯飯 它有超越我的普通跟海號 它有進到好吃的境界 最後一個問題 當初怎麼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就是不知道啊 我自己的話我是不知道 我那時候就是沒有想得很清楚 但是我後來決定要休學 那時候就是有進一步的 探索一下我自己有更想要做哪些事情 我覺得要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你得要直接的有去 了解那個東西 就是你不能只看學校網站 你可能要去參加營隊 或是你有接觸到做這個的人 或是你有看過這個人做這樣子的工作 然後你可能才會能夠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高中如果你有時間 你可以多多去發掘 要嘛就是直接去做 要嘛就是找這方面的人 你才會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我覺得這個思考是不可以停的 你會一直去鑽研 最想要的是什麼 就是不是說你已經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你大學選到了你很理想的系 就可以停止這個思考 因為就是人生就是會需要一些思考 喔對我還要補充一個就是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很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也沒有在很不知道欸 其實我一直都蠻知道的 不是我的點是你填志願 就是因為我覺得人的興趣不會只有一個啊 嗯 就是這幾個興趣都蠻可以的 那你可能就可以 我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但是我有大概的領域 就是我想要做醫療業 他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狀況是 他那時候填志願 又填國貿 又填電機 然後又填藥學 對啊 就是一個一二三類型都填的狀態 對不對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知道你不要什麼 喔對對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不太容易知道自己要什麼 可是你可以很容易知道自己不要什麼 對或是你覺得你在做什麼樣 什麼方面的事情的時候 好像特別開心 然後就是可以去研究這個方面 有沒有 相關的產業工作 對對對有什麼是你可以做的 對 可是我覺得不要太緊張欸 就是如果你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不管你現在是什麼年紀 你覺得你還沒有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也不用太緊張欸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這樣子吧 嗯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都這樣欸 就是不是不談人生正向的話 就像是很多人就是 就是一直想要找真愛 也一直都沒找到啊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不是不是就是你人生很多東西 真的不是說 喔我到哪一個年紀之前 我就一定要找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你真的不一定會找到 就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 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的話 那就是繼續嘗試啊 然後嘗試到一個 你覺得 一些人就是對什麼事情都 很有興趣 不是 但是都是做可能一年兩年 他就想換一個新的事情做 那你的興趣可能就是 一直找新鮮的事情 對對對 但是興趣可能就是 喜歡挑戰新事物 對啊這也不錯啊 我覺得 好唷 這樣子這個討論到底有沒有對大家有幫助 不知道啊 每次都瞎說 大家是不是又是在聽我胡言亂語 那QA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應該就都有回答到了吧 我可能有漏掉 或是如果大家有 看完這支影片 有什麼新的問題 或是什麼新的想要知道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可能之後都會回答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